這座位在二傑火車站旁 興建於1928年 也就是日治時期的昭和三年二傑股倉 前身為立者檢信用組合購買販賣 利用組合農會倉庫 分別設有農會辦事處 年米工廠以及股倉等三部分 二戰時期肩負著收購西南地區道谷的重責大任 是道米的集存、轉運、販售的重要場所 這是二傑農會辦事處 讓有家也在這裡 去古倉 去廟也古倉 都在這裡收 以前的櫃子都是用鋼匙去樓梯 都在這裡算 農民要求擠都來這裡 甚至來這裡拚廟 擠錢 蒼草 目前的蒼草總共有10個 10個蒼草 就是切到高來 當然就要有一個存放的地方 在日記時代 它其實是用一個機器設備 我們說的孔伯 輸送機 老農體力比較不足的 都叫這些小朋友 一人用一包一包一包 扣去營草 一包大概都五個多錢 小孩子也可以賺個零工 二傑股倉因為農會新建新的股倉 設備老舊的二傑股倉面臨被拆除命運 大二傑文化基金會因此積極奔走 讓二傑股倉得以來保存下來 加上縣政府的重視 在1998年 也就是民國87年 不僅列入了限定二級股基 還赤支了2000多萬 進行修復以及展示空間的營造 讓二傑股倉 蛻變轉型為稻農文化館 並且委由大二傑文化基金會來經營管理 第七十六年 二傑農會因為新蓋了一座新的倉庫之後 這座股倉已經翻廢了 其實因為零九失修 而且沒有再使用閒置 所以就大概屋頂都不見了 因為宜蘭搞火水都搞紅胎 每一次紅胎就開始屋頂就翻掉一些 在87年的時候 榮會想把它整個打掉 可能作為一個新的倉庫的中心 當初我們獲得 榮會要拆除這座股倉的當下 那基金會這邊就開始關心 這樣的一個歷史空間被保存的議題 有三層樓高屬於河陽建築的二傑股倉 融入了日本以及西洋的建築風格 整棟建築物古色古香保留相當完整 許多建築的設計也呈現了先人智慧結晶 包括圓壺長條形的窗戶 以及屋頂設計等等都是非常講究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窗完全沒有卡榫 但是你推到哪裡它就固定在哪裡 它也不會忽然掉下來 推上去也是相當的輕鬆 其實它是透過像電梯 其實我們搭電梯啊 電梯不是有一個襯頭 襯頭來平衡那個電梯箱的重量 它是用襯頭的方式 讓它可以比較省力 它把整個襯頭埋在它的窗框的裡面 讓裡面的襯頭 跟它的窗戶的重量是一樣的 所以它在推的時候 就顯得相當的省力 而且它你推到哪個地方 它就固定在哪個地方 就不用用卡榫去把它做固定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高明的一個智慧 這棟建築最大的特色 它是屬於河陽市建築 也就是說河就代表日本 日本的建築的一種型態 楊就代表歐洲建築的一個型態 比如說巴勒克建築等等 它融合了東西方的建築 形成了這樣一個建築的一個形式跟結構 那你看到它的屋頂 屋頂它採用的是矽豆醉 為了方便它的泄水 所以它是矽豆醉 然後雙骨架 就是雨傘的那個骨架的概念 它是雙骨架 所以它的垮距可以更嚴更長 結構可以更堅固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結構裡面 其實你看這個結構跟濾鞋都有關的 另外多餘又潮濕的宜蘭 二節骨架也特別融入了濾建築概念 以確保室內空氣流通 避免到骨受潮 因此特別精心設計挑高的太子樓 而且外牆底部也開啟了許多小孔 以力引進室外氣流 並將熱氣流透過太子樓排放到室外 建構良好的通風系統 兼顧排熱以及防潮功能 骨架因為早期沒有冷凍冷藏的設備 我們的祖先要怎麼存放它的糧食 這個是相當有智慧的 那現在我們不是一直在推那個所謂的栗建築嗎 栗建築就是採取所謂的自然對流的方式 通風的概念讓它保持室內是恆溫的乾燥的 那其實我們早期的骨艙的設計也是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它在骨艙的底層它是透空的 讓冷空氣是可以從下面下沉 然後透過一個熱對流的概念 讓熱氣讓氏氣能夠往外來排放 尤其它在屋頂上設計的一個就是太豬勞 太豬勞勞其實就是我們說的煙沖效應 太豬勞勞是一個能夠將熱空氣集中的一個空間的設計概念 讓整個熱對流能夠加速 維持整個古艙蒼草裡面的儲骨能夠保持乾燥 老舊建築二節古艙隨著時代的演進變身為稻農文化館 在大二節文化基金會細心規劃經營 不僅展開了稻農文化保存及推展在線傳統文化 也再次凝聚了地方居民相信力 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教育意義 讓歷史古蹟得以永續保存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